哈喽兄弟们好 我是真远 今天咱们给大家展示的是这个海军的甲虫 这个甲虫它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是停产了 然后现在很多朋友还不知道它复产了 然后突然就出来了 大家可能有点懵 这是哪个版本的甲虫啊 这个就是最新款的甲虫 这个新款的甲虫呢 它叫甲虫二代啊 之前那个甲虫很多年了一直是一代 然后有一些外观的更新 然后这次呢外观倒是没什么大的变化 它变化在尺寸啊 很大很大 在这个甲虫之前 还有一个尺寸更大的 那个叫圣蚂蚁 那个也停产了 然后在甲虫之前再产的 尺寸最大的就是这个大龙了 这大龙是之前最大的 然后前几天咱们还拍过这个大龙的视频 但是咱们这个大龙跟甲虫二代在一起对比 你可以看出来 它竟然还要长了几毫米 长几毫米 这个最新的甲虫它到底有多大 因为现在我手里没有原来的甲虫啊 过几天 我那个原来的甲虫拿过来之后跟大家比一下 现在咱跟这个UT比一下 这是一个海军的UT 这是个普通的UT 这是UTX85 这是UTX70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甲虫应该是目前在产的尺寸最大的一款微技术了啊 超大超大 但是刚刚大家注意到一个可怕的细节没有 就是这个甲虫虽然很大 但是我可以正手直接收回来 发现没有啊 正手推 正手收 前几天我录那个就这只消防员的大龙的时候 应该给大家展示了啊 很难正手收 第一次有劲啊 第二次有劲 你再第三次 劲就不够了 所以那个大龙的话要反手收 要这样收啊 因为杠杆嘛 杠杆的话它末端力量最小 所以呢 用这个部分收啊 用关节 用关节收 这样推 然后用关节收 这个就是大龙 然后呢 甲虫它尺寸更大了一些 同时呢 它弹力的啊 这个弹簧的力量也会更大 但是你可以发现啊 我正手是能收回来的 看到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推杆超大 来看一下这个推杆没有 这次的升级 它不仅仅是一个尺寸的升级 从这个手感质感上也升级了 首先这个新款的这个甲虫要厚啊 厚很多 比旁边那个大龙可以看到厚 再一个就是推杆 这个推杆的变化真的是无敌了 这个小推杆的话 就是好看 但真的是用起来的话 不是特别好用 而这种加大的推杆 用起来的手感太无敌了 这款的话就光因为这个推杆 我觉得都是很赞的一个变化 很流畅 OK 这个推杆是一个很重要变化 再一个也没啥变化 它就跟之前甲虫一样 这边有一个放水槽 刀片上面和手柄上面放水槽 包括尾部也有对应的放水槽 这是海军版本的 然后再等几天 我那个老的甲虫 海军版的甲虫到了之后 再给大家展示啊 可以看到这边写了 甲虫二代 甲虫大龙 海军版本的优体 这是一个限量款 生产数量很少的限量款 优体的操作就很舒服了 大龙的话确实是要力道大一点才行 这也是一只优体 作曲 美娱 感谢观看